只有到新疆才能了解到新疆有多美 我们在从新疆的边境线塔县 前往中国最西边的城市喀什 在路途中 我们逐渐感受到新疆的魅力 我们现在来到了新疆的塔和曼 在前面的这条公路上 可以看到这条公路是笔直的 但是两边的树是 这样的树荫非常的漂亮 它的树不是那种笔直生长的 是这种交错的生长 都是往中间去长 而且这个季节真的是太美了 它是那种黄色的 金灿灿的 而且这会儿没有阳光 我觉得如果有阳光的话 一定会更美 所以我觉得这里是一个 非常好的网红打卡地 刚刚我们也是在路上走 然后看旁边有好多人在这边拍照 我们就把车停下来也来看一看 前边就有人在这块拍照 因为这条公路真的太美了 看到这个你就能深深的感觉到那种 秋意浓的感觉 走在上面 像是走到了童话世界里面 最主要虽然这里 康刚有两拨游客吧 但是这里依然很安静 你来拍照 绝对没有人打扰你 你绝对就是画面中最亮的在 一定要带心爱的人来一次新疆 因为在这里你会与浪漫 不起而遇 穿过金色的隧道 我们来到了曾经拜火教的遗址 你好 现在可以参观吗 是还有买门票吗 还是 不用 免费 在这里面吗 走上去 不远 是吧 那我们简单看一下 谢谢 我们现在呢就往前走了 那么这个拜火教呢 解答一下 我其实也很好奇 我们在路上走的时候 看到路上标牌上写的是 曲士曼拜火教遗址 相信大家听到拜火教 应该是会想到倚天屠龙记 从波斯总舵发来了圣火令 还是什么之类的 因为那个就是拜火教嘛 然后这边有个拜火教 我想跟波斯那边的拜火教 应该是有什么联系吧 上去看一下 我们现在呢就上去看一下 这个拜火教遗址 我们现在呢就走在这个 拜火教遗址的这个上面 可以看到呢 这里有很多圆形的东西 对 而且呢 它上面好像有这种 黑白相间的这种 条状的 好像是石头袋 你看 这样一条石头袋是白色的 这边是黑色的 然后这个呢 刚才我们查了一下 大概它距今有2500年左右 2500年是个什么概念呢 2500年大概就是 秦朝再往前推300年 秦始皇建立秦朝之前的300年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边 这种黑白条石 好像下面以前是墓葬 拜火教呢 是在波斯大帝国被阿拉伯帝国灭之前呢 它是一直在波斯地区是广为传播的 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宗教 嗯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里的之后呢 就要下去了 离开这里了 拜火教一般指索罗亚斯德教 是基督教诞生之前在中东最有影响的宗教 也是古代波斯帝国的国教 而在这里看到拜火教遗址 也让我们感受到曾经拜火教影响的范围之大 了解完拜火教后 我们准备离开拜火教遗址 但在这时有人看上了我们的车 这个应该都已经没有了吧 因为这个应该已经停产了 已经停产了 对 09年的车 它新的可能09年买的时候可能4万多吧 我们买分钱的 就开一圈回去就可能就报废掉了 能开到这里就不容易了 一个电动车的价格 我的电动车费一个 一万八十 那比这贵多了 一个电动车都比这贵很多 我们走了 好 拜拜 我们现在离开这个曲士曼拜火教遗址了 说实话真的没看多 但是呢 这里的工作人员呢 看下了我们的车 对 我们的车很好 想要的 中厨第一次遇到了 他问这个车多少钱买的 问卖不卖 但是我们还要开会儿去呢 所以没办法 没办法卖给他 到右行车 对 第一次遇到有人想要我们的小QQ 人家还问得挺详细的 问我们这是啥时候的车 哪一年的车 然后新车多少钱 紧接着我们要前往喀什市了 因为今天一直是阴天 所以回喀什的路上 我们一直没有看上 穆斯塔格风 冰山之父 但是很可惜 相信在晴天的时候 这里应该非常美 就是一路都是雪山 两边都是雪山 特别特别美 明镜夜晚 我们又错过了白沙湖 我们现在呢 后边就是白沙湖了 但是 天也看不见了 看不见 手机看不见 我眼睛还可以看 可以给大家评论一下 就是今天刚好也是下过雪 所以说 这个雪和白色的沙子 就好像如为一体 后面是白色的 那这块显得是水浮物 所以说我怀疑 这块是个水浮物 能看到下面的水 但是闪眼色的烤酒 在这里呢 你还可以听到 沙沙的水声 我们现在呢 已经回到车里面了 我以为真的太冷 而且这边还挂着风 非常 反正呢 就是总得留点遗憾 对 确实没有看到 对 因为我们来和会去都凑过了 都是晚上 所以说 留点遗憾 就是你再来的理由吗 缘分吗 他就让我们再来一次 我们下次再来看一次 下次再来看一次白沙湖 离开白沙湖 我们在路上行驶 但是雪却越下越大 可以看到呢 我们现在外边是下着雪的 树上呢 已经是 积着雪了 厚厚一层 厚厚一层雪 这雪还挺大的 对 其实还是挺美的 虽然是晚上 但积着雪确实挺美 今年的 出雪 出雪 可以看这个雪花这么大 这边出 这边就越来越来越 还是很美的 虽然是晚上 我们既开心又不开心 对 因为我们要走这套路 但是呢 雪确实很 太快 估计货车司机师傅们 不太开心 因为他们 他们一路上要刹车 没办法 他们必须刹车 而且走得很慢 只能这样走 我们也要走很慢 就刚才这一下 我们的车上 已经系上雪了 提起雪 总会让人联想起 欢乐和愉快的回忆 我们也将继续行驶 前往喀什了 边疆的故事还在发生 快上车 让我们继续出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